你知道被树一点一点吃掉的感觉吗? 对面的疯女人盯着我,口中发出意味不明的笑声。 我用力地挣扎,身上的藤蔓却越缠越紧, 她朝我张开森森俱口,那嘴里边还有一双游在挣扎的手。 我从噩梦中惊醒,感到脑后一阵的顿痛。 我叫秦牧,刚分来半个月的实习老师。 三个小时前,我来到这座地处深山的村子家房。 学校里相熟的老师就悄悄地跟我说, 他们这本地人都不去那个村子, 说这村子里的人凶得很。 可是当我来到这座张灯节彩的大院门口, 想找个人问问路时, 一个男的却热情地招呼了我。 哎哟,您是这圣院的老师吗? 嘿嘿,您好,您好啊, 我是这村的村长,我姓陈。 哎哟,您看您这来也没打个招呼呀, 他家可不好找啊。 这样吧,您先坐一会儿, 吃饭,待会儿我带您过去。 我这稀里糊涂的就被带到里边坐下, 心里边还感慨, 呵,这人真是热情好客呀, 看来这传言也不可尽信呢。 可是刚拿起筷子吃了两口, 眼角这余光就瞥见, 陈村长跟另一个黑衣男人说了什么, 紧接着那黑衣男人就匆匆地出了门。 他这出门前呢, 看向我那眼神就让我莫名地有些不太舒服。 霹雳啪啦, 正在我介意这个目光时, 鞭炮声陡然响起, 我捂着耳朵往门口看去, 这就听到身后传来枝叶一声。 闻开了, 一个戴面具的人摇着铃骨, 踏着奇怪的步伐就走了进来。 这鼓声一响, 刚刚还惹着闹闹的院子, 突然静得落真可闻。 他在院子中间绕着火盆跳舞, 就像是某种古老的仪式。 这我看得津津有味, 只可惜刚拿出手机来想拍照呢, 铃骨声就停下了, 玩来聚集。 屋里突然传来三声的敲击声, 这满院的人一块低下头, 我茫然地死顾, 却看见这屋门打开着 四个红衣人抬着一口黑漆的棺材。 我去这, 这是葬礼啊! 我目然地看着他们把棺材停在院子中间, 那刚吃进去的两口菜突然梗得我难受。 坐在旁边的孩子指着棺材问道, 妈妈, 他是被神树吃了吗? 哎呦, 可别瞎说。 这孩子妈妈拍了下他的手, 还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这村长察觉出我坐立不安了, 就跟我解释说这是他们的风俗, 又主动提出先带着我去看看圣院。 我正求之不得呢, 立刻站起身来, 跟着他朝外走去。 只是我没想到, 圣院住的地方是在山上, 气喘吁吁地走了快半个小时, 终于到了一间破旧的土屋前。 不巧的是呢, 圣院正在睡觉, 这我也不好意思叫醒一个病人, 就想着问问他的家长也是一样的, 这时陈村长的脸上就闪过一丝的不自然。 哦, 还是这样啊, 他爹出车祸没了, 他娘是个疯子, 年初也死了。 哎呦, 这孩子平常就是村里管。 我这嘴张了几下, 有些傲藏, 这以前怎么没发现他家情况这么困难? 我把手机套出来, 打算跟陈村长商量一下该怎么给他申请贫困生的补助。 可是发现这山上没网, 那文件根本就打不开呀。 陈村长也是阻止我, 说圣院既然是他们村的孩子, 他们就会负责到底。 我一听这话, 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陈村长一路把我送到村口, 目送我上了一辆过路的车。 直到这车消失在拐角, 陈村长还站在路口。 这真是个好人啊。 我就坐在车上, 刚打算靠着座椅休息一会儿, 却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这刚刚没拍家访照片啊。 这还好是想起来了, 不然回去再被校长骂死。 我一边吐槽学校的规矩, 一边赶紧下车, 那撒腿就往回跑。 这山上呢, 岔路比较多, 我就凭着记忆往上走, 好不容易来到这小屋门前。 轻轻地敲了两下, 门里没什么回应。 我就猜啊, 这圣院还在睡觉呢, 干脆轻手轻脚地打开了门。 我是想着拍张照片就走, 可是刚进门, 我就被人打了一门棍。 这世界天旋地转, 床上的女孩树腾, 最后映入眼帘的是女人捧乱的头发。 再醒过来, 我就被绑在墙角, 疯女人没有注意到我醒来, 她那手里边拿着一把刀, 正在用力地砍向床边的藤蔓。 我稍稍地动了动被绑在背后的手, 我就尝试着解开绳索。 这绳子绑得挺紧, 但那不是死扣。 就在绳结开始松动的瞬间, 床上的圣院发出了一声痛呼。 专注于解绳扣的我被吓了个哆嗦, 女人的视线扫过来, 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的味道。 她这人发现了, 也顾不上伪装了。 我三下五出二扯松绳索, 连滚带爬地夺门而出。 她似乎是有一条腿不太灵便, 这才让我捡回一条命。 在出门的瞬间, 我回头看了一眼, 正对上圣院的眼睛。 她朝着我转头, 苍白的脸上生着一双的白头。 这我当下就被吓了一跳, 就跌下路旁的山坡。 这下呢, 就崴了脚了, 钻心地疼。 疯女人正举着一把刀, 朝着我逃走的方向追过来。 我心说完了, 我都以为自个儿 肯定得交代在这疯子手里了, 却没想到她突然转身就跑, 就好像看见瘟神一样。 隔着层层的树木, 中午见过的那个黑衣人 正在朝上赶来。 也许是中午那眼神留下警惕了, 我本想呼救呢, 手却先一步地捂住嘴巴。 靠,你他妈不想活了, 往山上跑什么? 要是看见不该看的,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 我今儿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啊。 他是在找我吗? 不是, 那我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了? 是疯女人, 还是圣月? 我趁着那人进到屋里, 掉头就往山下跑去。 跑着跑着, 我突然撞进一片坟地, 眼前就是悬崖。 我心疯, 这他妈是迷路了呀。 再仔细一看, 我险些惊叫出声。 就这空地里插着大大小小的木牌子, 有心有旧, 每一个上边都写着相同的四个大字, 圣院之墓。 不是, 这村里怎么这么多叫圣院的人啊? 他们为什么会被葬在这儿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哆哆嗦嗦地往后边退, 锣鼓声却从背后传来, 就上午见过的那口黑棺材突然闯入脑中。 我强子镇定, 想着死绸环顾。 这墓地只有一个入口, 旁边就是悬崖, 这眼看锣鼓声就近了, 这时候出去肯定被发现。 几番的取舍, 我藏在林崖一块稍大的木牌后边, 我就祈祷他们不会看到我。 没过多久, 这支送葬的队伍浩浩浩荡荡地进了这片坟地, 我躲在这个木牌上有一个指尖大小的窟窿, 我就趴在上边往外看。 村长皱着眉, 就问一个小孩, 脸上的狠利跟我见他时判若两人。 你真的看见他上山了? 我就在村口看他往上跑, 我追不上他就赶紧回来跟你们说了。 这时刚才遇到的那个黑衣男子接口, 这我是没碰上他, 可是圣院那丫头可是醒着的, 我给他吃的药肯定能睡到晚上, 这可别是出了什么岔子。 村长背着手转了两圈, 先封两天村吧, 你带人上路上守着去, 大路小路都守着, 这边结束再搜一遍山, 跑不了他。 黑衣男人点了十来个人, 立马走了, 我这心里量了一大截, 封路再加上搜山, 就算是我能不被搜到, 那逃出去的希望也特别渺茫, 这地方又没有信号, 但我可以怎么办呢? 剩下的人快点, 十二点前必须下葬。 村长就在那儿催促着在场的人, 拿领骨的那人就开始念念有词, 我听了半天, 这岳母呀, 是劝棺材里那位好生地躺着, 别出来吓唬人, 几乎就是条件反射般的,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他们这心里是有鬼呀, 不然那为什么怕我回来? 为什么要办这么诡异的葬礼? 我这就又想起正在床上躺着的圣月, 他这生病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 外边已经开始下葬了, 几个年轻人抬着棺材, 晃晃悠悠地朝着木坑走去。 陈村长看了一眼天空, 哎呦,快点儿, 快正午了。 话音刚落, 前面一个人就踩上石头, 身子往旁边一歪, 这棺材就重重地砸在地上, 棺盖划开, 尸体上半身被摔出棺外, 他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歪着头, 仿佛只有半边脖子跟身体项链。 我这脑子里哄的一声, 他这肯定是被害死的。 一时间呢, 我心跳如雷骨, 就在我大脑一片空白时, 猝不及防, 我就对上这死尸死不明目的眼睛。 他也有着一双的白桶。 我爹坐在地上, 瞠目结舌地向后退去。 不是, 这怎么这么巧啊, 都叫圣院, 还这么巧, 都是白桶? 这村子一定是有问题啊。 谁? 听到声音, 陈村长立刻警觉, 几乎就是他出生的同时, 几个人立刻朝着我这边跑过来。 眼看躲不过去, 我把心一横, 颤巍巍地抓着悬崖朝旁边爬去。 这就算是掉下去, 也有生还的机会。 我心说这肯定是比他们发现要好。 扶双至祸不担心, 我这手一打滑还真就摔了下去。 身体刚开始坠落, 胳膊突然就被一股力量给拉住了。 我抬头一看, 这人都绝望了, 裁出虎口, 又入狼窝呀。 那救我的竟然就是绑我的那个疯女人。 几个人的脚步声 就在我头顶穿梭。 我跟他都不敢出声。 村长啊, 这没人啊, 大概是野兔吧, 过两天上山下俩套子。 村长的声音有些焦急, 那就快点瞎走, 别耽误了时辰。 等上边重新有了响动, 女人把我拉上她所在的地方, 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肩膀。 就刚才在拉扯中, 我的衣领被拽到下面, 露出肩膀上暗红色的胎脊。 你怎么会是白童子? 你是谁? 白童子? 我立刻就想起那双死气沉沉的白头。 是什么意思啊? 她盯着我的脸, 仿佛想透过我的脸看到什么。 接着她朝上看了一眼, 死死地拉着我的手。 先跟我走? 上面是围捕我的柜子手, 下面是敲我闷棍的疯婆子。 这有儿非选一个, 跟她走可能更安全一点。 她沿着一条陡峭的路线行进, 明明是一拳一拐, 却走得特别的平稳。 我踩着摇摇欲坠的碎石, 脚踝发出阵阵的刺痛。 一直走到我人都麻木了, 她这才停下来, 指着半截朽木招呼我坐下。 圣燕是我女儿。 我他妈, 圣燕不是孤儿吗? 这也许今天受到太多的惊吓了, 我尚能麻木地保持着残存的冷静, 带着混乱的语言系统准备拔腿就跑。 这不对啊, 刚刚她拉我的手是有温度的, 也应该是个活人。 她也没理会我丰富她内心活动, 就望着山谷, 眼神空洞。 没想到, 你妈豁出性命把你送出去, 你还是回来了。 也许他们说得对, 这就是白童子的命。 我听着这些不着调的疯话, 就开始怀疑自个儿为什么要相信一个疯子呢。 我妈? 我妈是谁啊? 我这长大的孤儿院离这十万八千里呢? 要不是大学签了偏远地区服务协议, 我跟这地方可以说是不会有任何的交集。 可是眼前这疯子就说我妈是从这儿送出去的。 我一人失去了继续听下来的耐心, 她却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知道你不信, 还觉得我是个疯子。 我没疯, 圣院身上有着同样的胎界, 这是白童子的标记。 她接下来就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事。 这人呢, 叫魏木兰, 十七年前被拐卖到这个村子。 当时关她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怀孕的女人, 叫梁灿, 也就是我的母亲。 梁灿就告诉她, 说这村子里买它们就是为了生女儿。 他们这些外来的女人生下女儿就是白童子, 白童子的名字都叫圣渊。 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寄树的, 寄树呢, 是为了保村子平安。 她说她还记得那双绝绝的眼睛。 我宁愿掐死她, 也不能让她不人不鬼地活着。 就说这梁灿呢, 早产一个多月, 那时有人来村里收木材, 其他人都在林场干活, 只有魏木兰给她接生。 孩子生出来, 梁灿就想过把她掐死, 但是在最后的关头她又心软了, 她趁着看管松懈时溜了出来, 就找到外面进来拉木头的货车, 把孩子包好塞在木头的缝隙里。 这能不能活呢, 就看她自个儿命了。 听到这儿啊, 我心中一阵, 因为我确实是在一辆拉木头的车上被发现的。 这官儿院里起名特别随便, 院长本来想叫我秦木, 工作人员觉得这写出来不好看的, 就把这木改成三点水的木了。 这只能说明靠她这说的是真的呀。 那那那她呢? 梁灿呢? 我声音颤抖, 其实心里边已经有了胆。 她死了, 送走你之后就死了。 这村子里啊, 失去了一个白童子, 对魏木兰的看管就变得更加的严了。 年初她偷跑到路上, 被车撞断了腿, 人也陷入到昏迷。 村里人觉得这事没救了, 就把她抬上山埋了。 可是当天晚上下了大雨, 她就从这坟里爬出来, 被死成。 这时我就想起陈村长 说圣院父母双亡时的脸色, 这多少有着一点不自然。 这也是个草菅人命的混蛋啊。 你跑吧, 从前面这条小路走, 别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已经知道你上过山了。 魏木兰温柔地看着我, 眼神像极了我小时候梦中的木槿。 又或者说, 她在看平安长大的圣院, 你救她没见过我, 你不要报警, 我这辈子早就完了。 等怨怨一死,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啊, 不是, 等等啊, 我, 我有别的办法。 虽然没什么底气, 但是我想救她, 还有圣院。 圣院的状态十分的不好, 即便是只看她两面, 我都能看得出来她命不久矣。 现在的她就是没送出村的我, 他们已经没有第二个白通子了, 也就是说呢, 圣院一死, 村里就没有第二个人能送去寄书。 可如果另一个白通子出现呢? 你疯了。 威慕兰静怡不定地看着我, 我心里清楚, 我跑不了, 他们对这里的熟悉远超过我们, 我很难逃出他们的封锁, 更难徒步走出这座大山, 事已至此还不如放手一搏。 在临近傍晚时, 搜山的人就找到昏迷的我, 找到时我就躺在一棵树下, 额头有血迹, 身上的背包也不见踪影。 不久之后我在地下室里醒来, 一睁眼就往墙边嗦嗦, 似乎受到极大的惊吓。 你,你,你别过来, 你是人是鬼啊? 面前的陈村长愣了一下。 哎哟,是我呀, 秦老师, 你,你,你这人怎么了? 他说着往前走了两步, 我就假装这才认出他,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这,这,陈村长, 我,我,我碰上鬼了? 今儿中午有个小姑娘拦车呢, 说圣院有事要跟我说, 我就下车跟着他回来了。 可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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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着走着就没了, 然后,我,我,我就一直在山上绕圈子, 你说这,这,这是不是鬼打墙啊? 这陈村长啊,脸色不太好看。 嘿哟, 秦老师啊, 他长什么样啊? 他,他一直低着头啊, 我看不清楚啊, 瘦瘦小小的。 哦,对了, 他还说今天看见我了, 说什么, 行什么, 他死了, 我没死, 不公平。 不是, 陈村长, 你们村是不是不太干净啊? 他皱着眉, 脸色不太好看, 但是似乎并不感到疑惑。 可是这一个跟村子毫无关系的人, 突然说出这话, 怎么会不令人疑惑呢? 我心里清楚, 他看到了我想让他看到的胎记, 也就是说呀, 他现在知道我是谁, 所以自己补权了因果。 呵呵呵, 你啥, 秦老师啊, 你是中毒了? 咱们这山上啊, 有一种有毒的树, 能让人产生幻觉。 你应该是体质比较敏感, 才看见这些有的没的。 呵, 这靠近就会中毒的树? 就这借口啊, 倒是不在我的意料之内。 那你是说, 就跟吃了卷子一样, 中毒就能看见小人? 哦, 那差不多吧, 要不是我正巧上山, 你就救不回来了。 呐, 这是我们家地下室啊, 喝解毒药需要避光啊, 你先在这儿住几天, 学校那边呢, 我帮你请假。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我靠在墙边上听着, 直到这脚步声听不着了, 这才蹦起来, 踏在门对面的墙上翻着起来。 他家这房子建在山上, 地下室紧邻着山崖, 外面是一条狭窄的小路, 路旁垒着石头架固。 这里也是魏木兰最初被关押的地方, 他就跟我说呀, 这里有一块石头是松动的, 他们发现之后, 想过要把周围的石头都扒下来, 可还没成功呢, 就出了凉灿早产的事, 他没能再找到机会动手。 我小心翼翼地一块块地试着, 很快锁定他说的那块石头, 还在那儿呢。 我慢慢坐下来, 真正松了一口气, 大脑却还在激烈地运转。 这村长刚刚说的中毒, 让我特别地介意, 这按理来说, 他是不可能猜到 我会编出这么一种鬼神之说。 要是中毒使他随机应变, 那他至少需要对此很熟悉, 否则就容易露出破绽。 于是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神术。 之前我一直不明白, 这村里人为什么执意会用人计数? 魏木兰也打听过, 可是也没问出什么。 唯一知道的就是不计数 会有严重的后果。 这后果会不会就是村里的人集体中毒呢? 我坐在墙边上, 胡思乱想了很久, 直到门外再次传来生意。 陈村长拖着一个托盘出现, 上面有一条绿油油的东西。 他将托盘放在桌上, 叮嘱道, 那这是药啊, 秦老师, 您快点喝了。 不过吃药的时候不能吃别的, 不然这药效不好。 您这得饿几天肚子了。 我从善如流地点点头, 端起那碗药来, 仔细地端详一下, 这应该就是某种植物磨出的枝叶, 除了青草的味道, 还隐约有点辛辣, 就这味道啊, 实在是算不上好。 碍于他在一边盯着我, 我痛快地一口就给闷了, 紧接着我故意来了一阵 惊天动地的咳嗽, 我又都给咳了出来。 哎呀, 这药还有没有啊? 我把这药呛出来的那一刻, 陈村长看我的眼神就十分的阴沉。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为了换取他的信任, 我这本来没打算耍花招, 可是这玩意儿没磨碎啊, 一大片叶子就卡在我喉咙里了。 不过也是因祸得福, 我捡起来这半片残叶, 仔细地揣进兜里, 刚坐好, 陈村长又断着药下来。 这时间刚刚好, 这次我也没敢再搞什么幺蛾子, 痛快地喝了。 他走了之后呢, 就赶紧催吐出来。 一码归一码啊, 那我可不想真的变成白桶, 不过这破树叶真的能让人眼睛变白吗? 地下室里黑漆漆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村子里一片的寂静, 墙外突然传来敲几声, 一长两短, 这是我跟魏木兰约好的信号, 我悄悄地走到墙边, 拿下那块石头, 这洞里就露出魏木兰的脸, 他神情有些疲惫, 先从外边递了个面饼给我。 这我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一天只有早上吃了点东西, 这路上还晕车呢, 都给吐了。 我接过面饼, 大口吃着, 听魏木兰说话, 下午他们去墓地烧香了, 还做了个法, 弄了个什么神来阵着, 我这一听差点笑出声来, 我还以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人肯定是不信鬼神, 原来也是怕呀。 我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挤口把这面饼吃完, 拍了拍手就把树叶递过去。 对了, 他们给我喝那东西里有这个, 你看能不能给我找找这是什么树的叶子呀。 他闻了闻那片叶子, 突然皱起眉头。 这一分, 我好像也喝过这个东西, 他们说喝了这个就能生出白桶子。 你放心吧, 明天我就跟着他们上山, 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送走了魏木兰, 我就陷入到沉思。 不是, 这喝了这个就能生出白桶子。 可是验证白桶子的方法不就是身上那个红色的胎剂吗? 难道说, 这个药能让胎儿长出胎剂? 我就想起今天喝进嘴里的药, 一阵的后怕。 这玩意儿怕不是有毒啊? 这明天怎么能找个理由不喝呢? 第二天早上, 陈村长下来时, 我还在迷迷糊糊地赖床, 睡眼惺悚地让他先放桌上, 我等会儿就起, 他一副不太放心的样子, 可我坚持不起床, 他总不能撕破脸来灌我。 思考再三之后, 他还是把药丸给放下了, 那毕竟我儿中毒了, 喝药应该能配合。 就这么有惊无险地又过了半天, 到了晚上, 送药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他这才沉着脸出现, 裤脚和鞋上沾着泥土, 看起来是刚从山上回来。 这难不成是魏牧兰被发现了? 我有心想套套话, 他却心不在焉呢, 我也不好一直地追问, 就悬在心里直到夜里。 这会儿早已经过了昨天的时间了, 可魏牧兰始终没有出现, 我这心怦怦地跳着, 在房间中来回地躲步。 这难道说真的出事了? 大概后半夜, 墙外终于传来声音, 我几乎是扑过去拿开了石头, 迫不及待地向外望去。 魏牧兰形容狼狈, 鹅脚有着大片的血迹, 头发上也满是沉土和草鲜, 还没等我问呢, 他先从怀里拿出两个梨子递给我。 等急了吧, 今天在山上跟着他们被发现了, 藏到现在才敢出来。 他这说得轻描淡写, 可是看他这样子, 就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多么的凶险。 接着他从外面递了一根树枝给我, 我怕找不着啊, 特意看着他们摘的, 叶子也对上了, 准没错。 我接过来仔细地看。 这几棵神树离这儿不远, 别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 不过山上大部分都种了别的, 只有神树那一片没人动, 应该是没了。 啊, 我还听见他们昨天开了辆车去, 快到镇上时就出了车祸翻下山了, 他们跟学校说, 你就在那辆车上, 现在正在搜救呢。 我听完冷笑一声, 这昨天那陈村长还特意地跟我提起, 说会替我跟学校请假, 想必那会儿就已经打算好让我车祸身亡了。 这么一来呢, 他就能名正言顺地将我的存在抹去, 只留下一桩没找到尸体的悬,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算计好怎么把我赶尽杀绝, 连我都有点佩服了。 前一天睡得太晚, 第二天醒来, 我就看到桌上放着一碗药, 我走到桌前, 突然发现这药有点不一样了, 液体的表面有着几点红色, 我小心翼翼地挑起来一点仔细地观察, 这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呢? 这不太像是植物本身的一部分, 反倒是向后来掺进去的, 这难不成是这个才让眼睛变白的, 这碗绿色的东西就是用来迷惑我的。 转念一想, 这好像也说不通, 一样都是吃药, 他们没必要做这么多余的事, 趁这会儿没人来, 我赶紧就拿出昨天魏木兰给我的树枝仔细地翻看, 你竟然在好几片的树叶底下都发现类似小块的, 类似木耳的东西。 沈君, 我脑海中浮现出这个熟悉的词语, 再仔细地观察, 我就发现, 有真菌生长的树叶味道跟其他的树叶不同, 有一种辛辣的味道, 我这就有种直觉, 这才是破解眼睛变白之谜的关键, 一种即将接近真相的兴奋蔓延到全身, 我小心地压抑着它, 使它不至于冲昏我的头脑, 我的脑子中飞快地浮现出一页页的文献, 最后汇聚成一个大胆的假设, 正在我反复地推敲假设的合理性时, 楼梯上突然传来脚步声, 糟了, 这已经到中午了, 脚步声紧在咫尺, 我已经来不及像之前一样把这药倒在外面了, 等陈村长推开门, 碗里空空如也, 只不过我这眼角闪着泪光, 我去这喝极了真的会呛到, 好在这夜里黑漆漆的, 村长也没发觉我的异常, 他就跟往常一样把药放下, 可是却没走, 反而站在原地跟我聊起天来, 呵呵, 秦老师, 最近怎么样啊? 我忧心我刚喝进去的药会不会起作用啊, 心里边暗骂他怎么还不走, 可是得脸上还得堆一着假笑, 哦, 挺好的, 挺好, 哦, 那就好, 哎,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 他看起来好像不经意地问道, 我心说, 来了, 我脚腕有点疼, 他傲了一声, 语气有点失望, 我假装得皱眉, 可能是好几天没见阳光了, 眼睛也有点不舒服, 眼睛不舒服呀, 这不应该呀, 他皱起眉, 我这心一下子落下去, 这不会吧, 难道说我得露馅了? 我的心碰碰地跳着, 刚刚的兴奋荡然无存, 呵, 是这样啊, 有些人吃这个药呢, 就是会眼睛痒, 要是有更严重的, 你就跟我说啊, 那都是正常反应, 我按下紊乱的呼吸, 在心里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心说, 你怎么戏这么多呀, 咋不去当演员呢? 半下午时, 外边有传来动物的哀号声, 我贴在墙上听了一会儿, 我就猜啊, 他们这是杀猪呢, 恍惚间就有一种过年的气氛, 只不过要将被摆上桌的祭品, 那就是我, 我揉着脑袋心情有点复杂, 天刚入夜, 魏木兰就敲着外墙, 他吓我, 就看到村里杀猪, 准备桌案之类的, 情形就跟圣院被计数之前是一模一样, 他就担忧我出事了, 赶紧过来看看, 给我心知肚明, 他们确认了我的症状, 那明天呢, 应该就是几数的时候, 我强行忽视掉心理的紧张, 我就抓紧时间问道, 喂, 能不能弄到什么喷壶之类的? 魏木兰想了想, 点点头, 村里有打农药的喷壶器, 不用的时候就放在村委院子里, 这我本来设想的是浇花用的喷壶, 可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高级的设备, 差点拍案较好, 这么一来呢, 我就更有把握了, 夜深人静, 魏木兰离开去做最后的准备, 我就靠着墙坐下来, 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这里边装着一副白色的美瞳, 就这星期开学时, 有的学生带着在宿舍里吓唬人, 刚好那天我值日就给没收了, 然后我就接到校长的电话, 被派来家访, 顺手呢就把他塞在兜里, 那天我面朝山谷坐着, 背后的大山里埋葬着无数的白桶子冤魂, 我突然就觉得, 这冥冥之中或许真的有命运之说, 第二天一早,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起来, 比那魏木兰绑的紧多了, 我酝酿一下情绪, 睁开眼, 假装看不见旁边的陈村长和黑衣男人, 我朝着四面环顾, 由茫然逐渐到惊慌, 我, 我的眼睛, 我眼睛怎么了, 谁干的, 你们是谁? 陈村长没有说话, 他示意黑衣男人把我扛起来带走, 那一路上悄悄打打特别的热闹, 我坐在一张皮红挂绿的桌板上, 四个人抬着我, 前面是一张一模一样的桌板, 放着一头带着红花的珠, 还好他们没给我带上一样的红花, 否则我真得生气了, 为了缓解紧张, 我就开始自言自语, 你们听说过清夫吗? 没人搭理我, 他们可能以为我这儿吓风了, 那就是用一对清夫母子的血涂在钱上, 钱用出去就会自个儿飞回来, 因为他们母子分别之后一定会重逢, 神奇吧? 这我就看见抬饭桌的一个年轻人笑了, 不禁有点生气, 老师都敲黑板了, 还不知道话重点, 真是我带过最差的意见,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包子先行行寄生真君? 我大学导师手底下有一个冷门的项目, 也是我的毕业论文, 有一种寄生真君, 寄生植物后, 寄主就会变成他的傀儡, 当寄主不能满足他的繁殖需求时, 他就会产生包子, 传播到其他植物身上, 有的植物被包子寄生后, 树叶就会变得新了, 防止进一步的侵害, 可是这种味道却成为指向标, 母体会驱使寄主使用镜或者棋根, 对散发味道的植物进行二次寄生, 这种包子叫先行寄生, 引起母体二次寄生的真君就叫, 这是黑衣男人不耐烦地把我的嘴堵上,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坐在桌板上这就开始发呆了,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到时候可就别怪我没提醒你们了, 因为接下来将有一堂生动形象的实践课, 到了地方, 陈村长把我带到圣院那间小屋里, 直接就插上外面的插销, 与此同时, 我抵住门, 拿出藏好的刀片, 弄断了绳索, 接着把桌子拉到门前, 门把手用绳子拴在窗帘上, 还额外加了两根木棍, 这时全复返的陈村长发现推不开屋门, 立刻想到这是我耍的花招, 他砰砰地拍着门, 怒声道, 别以为把门堵上我就进不去了, 乖乖把门打开, 摆完神术还放你回去, 要不然你就等着饿死在里边吧, 我喝了一声, 不劳您费心了, 您要是想拜呢, 就多拜拜, 最好长在树上别回去了, 说完我转身就朝着圣院走去, 只留下他在门外无能的怒吼, 告诉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告诉你, 靠这谁喷的水啊, 这时外边迅速地乱起来, 魏木兰, 上面是魏木兰, 他没死啊, 他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啊, 抓住他, 别让他捣乱, 此时以偿安静的屋里, 我从怀里掏出大火机, 目光就落在那根树藤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全貌, 他生在少女纤细的后径, 当初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地愈合, 四周的皮肤有些红肿, 圣月, 我要把这根树藤烧断, 会很疼, 但留着它你会死的, 圣月安静地点头, 自己从旁边摸索到一块毛巾, 咬住, 含魂不清地说, 秦老师, 谢谢你, 我不怕疼, 说这话时, 他闭着眼, 整个人都在不停地颤抖, 我鼻子一酸, 狠心点着大火机, 这藤蔓已经在他身体内待了太久, 如果强行地连根拔出来, 势必会留下无法处理的伤口, 很容易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在路上, 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它弄断, 可是藤蔓里的真菌应该已经入侵到他的精神系统, 这会给他造成极大的痛苦, 就像魏木兰拿刀砍藤蔓时, 他会疼得尖叫一样, 灼烧之下, 藤蔓扭动起来, 想从圣月安的身体里抽离, 却被我死死地按住, 圣院口中的毛巾被涌出得鲜血染红, 痛苦地闷哼过后, 他开始剧烈地挣扎, 直到藤蔓断裂, 他这才终于写了力, 整个人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 外面的声音再度传来, 惊叫声此起彼伏, 我透过被封死的窗户缝隙, 看供奉别人生命的祭祀, 沦为祭品, 水雾从天而降, 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味道, 辛辣而浓郁, 魏木兰站在屋顶, 手里拿着喷雾器, 将气味传递到前面的空地上, 不远处接收到信号的神术, 垂下了十几根的藤蔓, 他兴奋起来, 气味, 古老而忠实的信息传递机制, 是猎杀的信号, 是屠戮的前走, 垂下的藤蔓贴地爬行, 碰到障碍物之后迅速地缠绕喷爬, 不过几分钟, 被他缠住的人就变成虫涌的模样, 他吸住脆弱的脖颈, 并且逐渐地钻到皮肤里, 就连刚被我烧断的那根藤蔓也接受到指令, 从墙上的洞里蜿蜒离去, 加速到这场狂欢盛宴, 被神树蝉处的人看到窗边的我, 脸色越发地惊恐, 是白童子, 一定是他们来报仇了, 村长也看到我, 眼中爆发出浓烈的鲨鱼, 原来是你搞的鬼, 这看得出来, 魏木兰对他是特别的照顾, 他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 正被两根藤蔓穷追不舍, 样子十分的狼狈, 可是这一瞬间爆发出的愤怒, 使他挣脱藤蔓, 举着一把刀, 竟直就朝着窗户扑过来, 砰的一声, 玻璃碎了一地, 巨大的声响, 甚至惊醒了昏迷的圣院, 村长的一只脚被藤蔓紧紧地缠住, 他却视若无睹, 攀着窗檐, 硬往里边爬着, 竟然敢骗我, 一块下地狱去吧, 这时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看着我的眼神是丧心病狂, 眼见他半个身子都进到房间里, 我抄起一根木棍颤抖着手准备反击, 可是还没等他爬进来, 一个黑影从后边抱住他, 硬生生地把他拖下窗户, 红了眼的陈村长反手一刀扎下去, 利刃穿破皮肉, 陈村长不甘地咆哮着, 被早已缠在他身上的藤蔓拖走, 韦莫兰躺在地上, 一把刀就插在他的胸口, 别哭, 孩子, 他面容平静, 甚至颤巍巍地伸出手 想擦拭我的眼泪, 我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妈就是得病死的, 我赶着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上了黑车, 我得谢谢你, 能看见他们恶有恶报, 足够了。 在我身后传来圣愿不可置信的轻声, 妈, 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是说会带我一块儿走吗? 我开着村长的车, 发疯似的往镇上赶, 省院躺在后座上又昏迷过去, 情况十分的不乐观, 我手心里满是冷汗, 怕方向盘打滑, 边开车边往裤子上擦拭, 窗外的风吹进来, 满脸的泪痕, 车开到镇上, 这几天一直紧绷的弦终于松下来, 下一刻意识迅速地离我远去, 我就记得车头轰隆一声, 撞在镇医院的外墙, 发出刺耳的刺拉声, 路边的人没拢过来, 紧接着跑出几个穿白大褂的一声, 我眼睛一闭彻底地陷入黑暗。 再次醒来, 我就躺在病房里, 旁边站着一个小护士, 问过他之后, 我才知道我已经被转移到市医院, 圣院的情况更加严重, 正在由专家会诊, 他的后颈伤口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 但检查发现他体内存在着大量的真菌, 其中有部分真菌通过神经系统到达眼球, 并在玻璃体内留下大量的菌丝, 导致眼睛变成白色。 我体内也发现同样的真菌, 但数量较少, 暂时不构成生命危险, 住院的原因主要是车祸造成的外伤。 我报了警, 一个他们认为出了车祸, 死不见尸的人突然报警, 还是拐卖妇女和连环杀人案这种案子, 警方十分的重视。 当天下午, 我就接到警察发给我的几张图片, 他们没有被逮捕, 也没有被审判。 那里发生山体崩塌, 村庄、神树、山上的墓地来不及跑的人, 所有这一切都被埋在山中。 山体崩塌? 难道是养料突然丰富, 神树爆发时生长, 庞大的根系导致山体结构不稳定, 才会发生山体崩塌的。 放下手机后, 我茫然了半生, 其实我想让他们站上审判台, 被千夫所指, 背负罪孽度过余生, 但不可否认我这私心里觉得他们不该活着。 此时夕阳照进来, 我举起双手在晚霞中仔细地端详, 或许我的手也沾了血, 我将背负着所有的善恶替他们活下去。 后来我将在医院提取到的真菌给了导师一部分,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 这种真菌的孢子有毒, 在养料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神树枯萎并且产生大量的孢子, 有毒的孢子随风传播, 造成附近的人畜中毒, 村里人就以为这是神树降怒, 于是他们选择用人来祭祀神树, 并引以为正土。 好在圣怨逐渐地好乐起来, 不过他已经改了名字, 现在他叫秦圆圆。 魏木兰曾经拉着我的手嘱咐过, 等出去了要给圣怨改个名字, 最好呢就叫圆圆, 圆圆满满。 他说我们会圆圆满满的。 一切都结束了。